1月9号A股收屏视频 大家好 我是王财经 户指今天是一个缩量的小阳线 又创了一个新低 那么明天周三还能不能继续的反弹呢 还能往上涨吗 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那么今天收屏呢 我们除了聊指数 也会聊一下光伏 传播 半导体 工业母机 这几个板块 那么我们先去看一下今天的排面状态 A股今天全天是成交了6743亿 成交还是比较低迷 那么其中北向资金呢 是成交了1018亿 就一共成交6743 而北向资金就成交了1018亿 这个占比是超过了15% 那么这个活跃度还是可以的 就是外资的活跃度还是可以的 但是内资不行 那么虽然外资的成交不少 但是全天净买入并不多 净买入只有0.19亿 因为成交里面有买入跟卖出 买入减卖出 那么这个才是净成交 净买入 好 那么这说明了 北向资金的活跃度不错 但是净买入力度很小 这在一定程度上告诉我们 外资在做调仓换股 在做调仓换股 那么指数层面上 户指创业板 客帐50 装入500装入1000 今天是均创了一个新低 反抽没有力量 成交金额没有放大 内资 参与力度很差 但是个股呢 今天并没有出现再次的一个普跌 今天是有3400这五条 大家晚上涨 那么接下来个股出现分化 这是必然的 那么谁能够去成为分化中的强者呢 那么一定是外资 一定是这种大资金调仓换股的方向 那么他们调仓换股的哪些方向呢 我们可以通过去观察成交量的异动放大 股价的异常波动 均线指引多头方向 从这三个角度去进行进一步的筛选 比如说你去找一找 今天涨幅大于30%的股票 量能出现大幅放大 就是量比大幅增加 以及依然是多头方向的股票 把它选出来 再逐一去进行筛选 尤其是可以去根据我们的涨停回调战法 去进行更进一步的一个精挑细选 这是我们当下应该去积极调仓换股的方向跟策略 股票被套了 不要死拿着不动 死拿着不动 很多情况下会导致越套越深 越套越深 而积极的调战换股方能够去更快的去解套 那有朋友会说 也是大家在评论区去说的 就是我选什么股票 什么股票就往下跌 我换股票换完股票还往下跌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只能说明你的选股水平太差了 你需要先形成一套自己认可的一套简单的选股的操作体系 选股的操作战法 然后你再去拿真金白银去抄股票 你不要现在什么都不懂 没有体系 没有规则 就直接拿着钱去做 那个钱亏的都是白亏了 白白亏了 或者说你就直接销户 不要做股票了 总之不要在交易体系不清晰的情况下去乱做 乱做只是会给大家 只是会给市场白白的送钱 没有其他效果 好 然后我去聊一下户指 户指明天周三还能否继续上涨呢 能不能再反弹去收一根阳线呢 我们先分析再说结论 户指目前的趋势是一个下跌趋势 二十均线指引向下 超盘线指引向下 今天创了一个新低 那么今天的反抽力度很弱 这个弱 一方面体现在没有成交量 另外一方面体现在没有价格的异动 所以今天反抽的力度很弱 那么三种级别的户指呢 在今天释放了两次的超跌反弹信号 上五一次 在今天尾盘又一次 好 虽然说这两次的超跌反弹信号 它的成交量并没有得到特别有效的配合 但是毕竟在三种级别释放了两次这个信号 好 那我们说结论 结论就是我们关注一个关键位置 就是今天的最低点 2878点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不破 我们可以期待护指周三 能够去继续的去反弹 收一个阳线 但是一旦盘中刺破了2878点 又创新低了 我们就不要去指望护指收阳了 那就很差劲了 那么压力位呢 压力位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这根下跌阴线的开盘价位置附近 以及它这个半分位上方 其实就逐步就是压力位了 好 那么刚才讲到了2878 那么护指一旦刺破2878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相当一部分个股也就破位了 也就又创新低了 对不对 那么针对这一类股票 如果你今天短线 低线有抓反弹 那么一旦明天破位 要怎么样 要严格的小止损 把止损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 所以明天护指如果破位 那么意味着很多个股也可能要破位 那我们要严格止损 把止损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 好 那么其他指数我们今天就不聊了 科障50啊 创业版纸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五评和昨天的收评 已经讲的比较清楚了 然后我们去聊一些板块 第一个板块去聊一下光伏 光伏设备 我们看一下 在今天上午直播 我们去聊过聊到过 我们说光伏板块 我们看反弹 之前有过这么一根放量的一个大阳线 这根放量大阳线是创出了过去的329个件事最大的成交量 大家看一下 创出过去 过去329个件事最大的一个成交量 就是一年多的最大量 价格出现了一个大幅拉升 涨幅超过了8% 9% 那么经过这样一个放量拉升之后 随后出现了一个回落 看到回落到回踩20均线 那么在昨天回踩20均线的时候 我们在直播就告诉各位 这到了一个支撑位置 我们可以短线关注光伏的反弹 那么今天又刺破20均线往上反弹了 反弹如期而至 那么接下来光伏守住今天最低点 期待往上能够有继续的反弹 能反到哪里 我们看好它 至少能够去反弹到之前这根大阳线的收盘 所以往上还有继续的反弹的空间 这是光伏 还有一个看传播 传播板块 今天是收了一个下影信 连续的四连鹰一个下影信 传播现在是处于这条黄色的超盘线上方 20均线角度也是向上的 所以它的趋势现在是一个多头趋势 那么看结构的话 目前我们看它是一个上弓的一个结构 是不是低点在抬升 高点在抬升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上弓的一个结构 好 那么随着这四连鹰的下跌 那么明天如果再往下有下杀 这将跌到一个关键的支撑位区 所以传播如果明天在盘中有下杀的话 是机会 而是机会 底线 底线就是这条上升的一个趋势线 那么经过这波回路之后 我们看它往上能够有反弹 无论说它未来能不能去再创新高 但至少它会往上有反弹 无论是一浪下跌之后的二浪反弹 还是说正常的上弓结构 总之传播跌下来是机会 好 这是传播 大家可以把传播这两个字打在评论区 好吧 把传播这两个字打在评论区 然后再两个是半导体 半导体板块 今天是又创了新低连续的六连音 那么目前二十日均线下方 超盘线下方 然后主力控盘度处于零轴下方 然后量能处于二十日均量线下方 那么震荡指标处于超卖区域 那半导体有不少朋友说 我去想要去抄底 我也想要去博反弹 但我给大家讲 这种板块的不去内心非常大 它现在是一个下跌的结构 下跌的趋势 它也许它会有往上有反弹 但这种反弹不确定性很大 就是成功率没有那么高 你如果说你说你分批去布局 这个还可以 但仓位一定要困着好 那么因为这是一个逆势行为 逆势抓反弹行为 一定要保持一个很低的仓位 就是清仓 就是清仓 好 半导体我们去看一下三种级别 如果一旦三种级别的半导体 我们看一下 三种级别的半导体 那么正当指标 如果在明天出现了油绿变红的超跌反弹信号 我们可以去适当的去小仓去博弈一下 但是在如果这种企稳反弹信号都没有 大家还要谨慎一点 不要去盲目的去低吸 再来个是工业母机 工业母机板块 今天是上涨了将近2% 但对于这个板块 不要去碰它 这个板块未来还要往下跌 我们就看过去的这两个月时间 我们看这是一个下跌的结构 对不对 这是一个下跌的结构 目前处于20均线下方 超盘线下方 结构为空 趋势为空 那么今天虽然说出现一定的放量 但是量能并不大 量能并不大 还是处于20均线下方 阻力控盘度还是处于零轴下方 还是空方在控盘 然后把Kanel缩小 我们可以看一下 工业母机板块 已经是连续的半年时间 没有能够去再创新高 而且现在是处于高位区域 震到了一年时间 我们要主紧防 这是一个顶部 所以今天看到工业母机的这样一个上涨 我们说要警惕 警惕接下来会往下再次的下跌 警惕它又多 所以光看一根K线 我们看不出来什么 要把这根K线 放到整体的日K线图里面去分析 时间 空间 量 价 全面的分析 好 那么这是今天我们去聊到的这四个板块 然后如何去选股 如何去折时 还要根据我们的旺旺三滑战法 我们的掌停回调战法 那大家可以去再琢磨琢磨 那这是今天的收听视频 最后呢 希望各位点赞关注 旺旺财经 要打A 评论区把传播两个字打到我们评论区 再见